台北大直他建民宅 预计将在二十五日拆除 但基泰的拆除计划 至今却仍未完成 是引发了周边住户忧心 市长蒋湾表示会尽速要求基泰 提出拆除计划 而市议员也指控 早在事发的前三天 基泰就有收到数值异常的报告 却未停工 对此基泰回应 全案已经进驻 司法调查 后向围墙青岛 就连栏杆也变形 警铃带拆下线二十五户房屋 一线之隔 却被认定结构安全 引发住户疑虑 大直他建民宅 将在二十五日执行 拆除作业 但基泰的拆除计划 至今却仍未完成 监管处表示 拆除时临近住户 是否需要进行 必要疏散 要疏散多少人 仍需是拆除计划而定 市议员也指控 早在事发前三天 基泰就有收到数值异常的报告 却仍未停工 我吓一跳我今天才知道说原来我们家的房子在前三天就有问题 之前基泰都一直跟我讲说我们家里没有问题 说数据都正常 市长长官则表示相关监测资料已经移送正风以及检调 司法业已经介入调查如查有不法一定依法就办绝不宽待 林郑暑二十月日搜索基泰建设并带回多名人员 经临晨讯后预令王姓建筑十六十万元交保 基泰大职专案秋姓复礼服役营造张姓工地主任则分别二十五万十万元交保 记者黄派林志坚台北报道